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播客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而且是仅仅查稿圣经本身的播客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这一本书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easternchurch.org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以前的播客 它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answerintheword.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点做出回应 下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二节 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翻舟 分一间一间的造 里外磨上松香 翻舟的造幅来是这样 要长三百轴,宽五十轴,高三十轴 翻舟上边要流透光处,高一轴 翻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翻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五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而父 都要进入翻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 你要带进翻舟,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 飞掉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 第三个坑丛各种其类,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好保存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 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诺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在第十三节里,我们记录了上帝说要毁灭地球 在第十七节,认为上帝会用洪水来这么做 但即使他要这么做,上帝也会拯救诺亚和他的家人 他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第十四节中,像我们显示 诺亚就是要用方舟来拯救他们的 这个方舟是什么样的形状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 上帝要他用割肥墓来制造 那么什么是割肥墓的 大多都学者认为 这是一种像白橡木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不太清楚 诺亚应该是很明显地会知道这种木材 当时他还被告知要在方舟里做房间 这也就部分回答的 比如关于狮子不会吃斑马的问题 因为他们可能不在同一个房间里 诺亚要用松箱来覆盖床 这样才能防水 方舟有一个特定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长大概是300轴,也就是133.5米 宽是50轴,大概是22.25米 高是30轴,大概是14.5米 这是一个很大的隆起 它的尺寸的比例 应该会使得方舟比较稳定 事实上今天的,比如超级油轮 他们使用的尺寸的比例 与方舟的比例大致相当 诺亚当时要为方舟建造一个大约一周高的屋顶 在其他的版本中可能你读到的是一个窗口 那么这个屋顶意味着光明 因为我们看到在英文标准版翻译的西伯来语中 他就说到的是屋顶上的光线 诺亚在创世纪第八章第六集中说到他打开了这个窗户 因此这个窗户是可以被打开的 他还建造了一座门 在方舟的一边 里面的房间一共有三层的甲板可以弄纳下所有的能 总而言之 方舟的农积大约为三万九千六百五十六方米 这个尺寸跟大约油轨电车有五百二十二节那么多 这对所有的动物来说应该是有足够的空间能容纳 但是他只有八个人能够得救 诺亚和他的儿子用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在完成了方舟 特别注意到这里上帝的指示 很多的时候上帝把一些细节留给了诺亚 比如说木板的大小啊使用什么工具啊 但是很多的设计上帝都指示的非常具体 有的时候人们认为上帝并不关心细节 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被认为是好的 其实上帝他关心他向我们透露一切的细节 如果诺亚要得救他就必须遵循上帝的所有指示 比如说两上门或者说他造了四层的加班 这些都没有遵循上帝的指示 上帝给了诺亚详细的具体的指示 诺亚跟随着他的指示 因为他信上帝 所以神拯救了诺亚 事实上上帝与诺亚定立了一个契约 一个很严肃的契约 上帝会因为他们的信仰 而拯救诺亚的家庭 如果说诺亚不服从他将在洪水中 与其他人一起死去 正如我们前面也提到的一样 不仅仅是诺亚的家人要进入他的所造的方舟 上帝很要求诺亚带上每一种类型的动物 带上他们一尺一玄 这意味着上帝不必在洪水之后再去创造新的动物 方舟上的任何东西都将得救 一些嘲笑者当然也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 比如玄啊狗猫狮子等等 比如诺亚怎么可能把这些所有不同类型的动物都放在方舟上呢 诺亚是要把所有的动物按其种类带走 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也讨论过这一点 根据其种类并不包括每一种动物的每一种细小的分支 动物根据其CCD以及防止的模式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因此没有必要要把所有的细小不同的动物的分支都带上 有的学者估计方舟内大约有七万五千只动物 假如每一只动物的平均体积类似于一只羊 它们也只占到方舟的空间的一半 去的空间将留给准储存食物 接下来的问题是方舟上有恐龙吗? 假如当时这些恐龙还没灭绝 它们是在方舟上 方舟里有空间来分割动物 当然上帝也可以阻止它们互相残杀 那诺亚是如何在它的一个地方或者所有的动物呢? 当然应该是动物会走向它 上帝会引导它们走到诺亚的方舟那里 人们在这个故事中遇到了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不允许上帝成为上帝 他们希望上帝像我们一样来行事 然而上帝就是不同的 即使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是不可能的 但对于上帝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本章的最后告诉我们 诺亚行的上帝所吩咐的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 诺亚被描述为有信仰的呢? 好了,今天我们先到这里 请下一周一继续加入我们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七章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